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装甲目标更容易暴露 在天空的背景下是非常明显的 但也不绝对禁止 一切应根据当时的形式来进行判断 这个判断的标准应根据山的海拔活面积来看 通常海拔越高和山体面积越大 则装甲车辆越不要轻易上山 至于日常的山体利用 我们可以回想下 作为步兵时 大家一般会怎么来利用小岩石的岩体 则驾驶装 甲车辆如何来利用山体做防御就非常容易领会了 通常来说 一个装甲车组不止坦克 都是各国陆军中的精锐 无论车长 炮手 还是驾驶员都需要精通自身技能 并通小战术 而对驾驶员来说 应该深刻理解 自己所停位置 对整个车组的炮火和隐蔽有什么意义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看得到的是优先条件 那就是低级错误了 本文作者 雪之恒 公众号 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 这才是战争允许 不得转载 为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公众号作者简介 王正新 原解放军卯野战部队军官 曾在步兵分队 司令部 后勤部等单位任职 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 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 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 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 分两期推荐 他的公众号宁议为这才是战争 欢迎关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